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3 这个3拍它不一定是3 也有可能是and 这个就看你跳的是哪一种 节奏的时间度了 好 那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3 我们再去做这个换重心 那其实就是两条腿的弯直交替嘛 对吧 这个时候我需要各位去找一个地方 叫做大腿后侧和屁股跟 你可以自己摸摸自己的屁屁 我们的屁屁是圆的 对不对 然后你往下摸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它有一个小凹陷 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们健身人 平时说的叫做微笑线 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俗称的屁股沟 不对 屁股跟 屁股部位 那么我们要让这个地方去收紧 你要感受一下 你要让你的大腿后侧收紧 那你可以现在试一个力量 这个力量很简单 如果我们站在原地 只是单纯的用力的把膝盖往后蹬 只是用力的把膝盖往后蹬 你们感受一下 你们哪个地方收得最紧 是不是大腿前侧 对吧 对这没错 因为我们大腿前侧的肌肉 它最主要的控制是在于 把你的小腿伸出去 那我们的大腿后侧是在干嘛呢 其实这很简单 我们的身体 就是腿啊 小腿弯曲 靠的是骨二头 那骨二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让你站起来 然后接下来 为了让我们的骨二头和臀部 有一个更好的连接 各位你们现在可以站在原地 不管你的重量是在脚掌还是脚跟 你随便 反正人垂直 好 接下来注意 有点像跳这个桑巴 有点像跳桑巴 但是要求是这样的 膝盖不总弯 保持你的膝盖伸直 注意 不需要把膝盖向后蹬把它锁死 就是膝盖伸直 好 然后呢 你感觉你的尾椎啊 像那个跳桑巴呀 你的尾椎要往下沉 尾椎要往下沉 那么我们从侧面看到的效果 除了会看到一个撅出来的屁股消失以外 你们仔细看我的腰 我的腰也会向后顶出来 那这样的话 我的整个身体的后侧 它会更加的垂直 那么这个时候 你们再去感受一下 你们的大腿后侧 它多少会有一点点的感觉 那会有一点感觉 如果完全没有感觉的话呢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很简单 因为你平时跳舞从来不用 你的大腿后侧和臀大肌的肌肉量相对比较小 所以它很难去找到那种发力的感觉 其次 那其次 刚才我们说了 这是一个平时用力的发力 其次就是你的身体 在去做这个尾龙骨下沉的时候 这个力量不够强 那就是我们保持姿态量不够强 所以你的大腿后侧没有直觉 好 那么我们这个大腿后侧 在我们做three拍这个过程当中 它有什么作用呢 其实很简单 stop 那你看 你总不能这样跳吧 驾驾 one two three three 甩出去了 那个three应该看到的是 去 像一个响指一样 非常的清脆 那么观众希望看到的是 去 three 干干净净的stop 那这个时候你要找的 并不是把膝盖往后蹬 或者是交换的这个动作 因为你会发现 如果你只是找膝盖 和去找这个动作 你的这条直腿 它该停不下来 还是停不下来 弯腿该继续晃 它还是继续晃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去找发力 你找的是动作 那当你动作到位以后 那到位了呀 你的身体就不会去产生一个主动的控制 所以很多人跳恰恰会感觉 有点软软的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当我们做完two拍收脚以后 接下来各位要找的是什么 很简单 首先是这条弯曲的腿的大腿前侧发力 往下踩 那么当这个大腿往下踩的时候 你的踝关节要有控制的完成下放 当你的 这是我们第一个 发力 发力 这个发出来的力量要非常强 很简单嘛 你想扇一个让耳光 你不可能这样扇 这很轻 一定是老族全身的力气 一巴掌挥出去 对不对 对 所以你的大腿前侧要非常用力的踩下去 这是第一个发力点 好 那这个动作 我发完力了 你的腿就要包围 好 接下来我们找第二个 它有几个共同的地方 首先你要感受的是 大腿后侧和屁股 就是当你做完发完力 这个膝盖伸直以后 这个大腿的后侧 以及你的屁股 它有没有突然间 赞 钻紧的感觉 要突然之间钻紧哦 如果你的大腿后侧屁股没知觉 那对不起 你的free拍 是无效的 不能说无效 看上去是没有那么好看的 明白吗各位 好 这是第一个地方 感受你的大腿后侧 以及屁股 那接下来 你在感受这个力量的同时 你还有两件事情要做 第一 是你的膝盖 要伸直 不能产生的 哎我再慢一点 不 结束了 结束了 膝盖已经直了 这是第一件 第二件 是当你换完的那一刻 大腿后侧和屁股有直觉 膝盖伸直了 脚后跟刚刚落地 注意 注意 是刚刚落地 只要你的脚后跟碰到地面 就做数 我不需要去看那种 chill chill 还把重量往脚后侧压一点 各位 你跳的是 the cha-cha 速度很快的 所以只要你让脚后跟 落地了 it's ok 好吗 three拍 我们再说一次 three拍 它就是 大腿前侧发力 往下踩 这个量注意 不是往后蹬 而是往下踩 力量的开始是往下踩 然后接下来 发完这个力以后 动作一交换以后 你要找的是你的屁股跟 和大腿后侧收紧的感觉 以及同时 膝盖伸直 脚后跟落地 各位 明白的地方 或者说 刚才 有没有听清楚的同学 或者你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现在提 可以现在提 two和three 有吗 我等大家个十几秒钟 然后要是我没有看到 那个字幕往上跳的话 我们就 继续往下说我们的 the cha-cha wan the cha-see 开始说我们的 the cha-cha-wan the cha-see 好 那么我们再去做 cha-see cha-see 这个动作 各位一定要记住一点 你脑子里面 想的绝对不是 啊 换重心 往旁走 换重心 往旁走 如果你是一名老师 你教学的是很小的小朋友 那么你只能告诉他 往旁走 如果各位成人 你们是为了让自己跳得更好 让自己更好的去掌握一个比较专业的理论 那记住一点 当我们再去做完 the two three the cha-cha-wan 这个过程当中 千万千万不要去寻找往旁走力量 就是往下沉的这个力量 all the time 你要一直持续 因为 你不能跳舞是这样啊 这变tom and jerry了嘛 尾龙骨往下沉 这个是我们一个最基本的poster力量的保持 ok 所以尾龙骨下沉这个力量一直都在 只是刚才的two拍 我们更多强调的是 跨骨带的重量 经过脚外侧 从小脚趾回到脚后跟 我们是利用这个重量包园的力量来完成 the two拍的收脚 那么three拍 它是一个建立在原地的 the change 所以我们的大腿前侧发力 以及到位的stop 你要去找大腿后侧 ok 我们很多同学在去跳 因为我自己平时上课 我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 就是 我发现当我给到大家一些 比如说 恰恰one two three 恰恰one 这种稍微带一点节奏 动作变形的时候 大家就会很明显的 two and three 这个地方我经常会让大家做了什么呢 是个two three 要stay 留一下下 留一下下 然后再往旁边去走 但很多时候你们注意看 我现在的镜头的正前方 他们都会这样 我要看到的是 two three 这个地方是 three 我再继续 继续继续继续 你们看到我的上半身 是不是在往旁边走 那你们看我的跨骨 它其实做的一个是一个 两个方向的对拉 好 然后我再去利用腿的发力 让我的身体产生了一个 the changing position 一个位置的移动变化 但是 我在上课的过程中 我会发现很多人是这样的 two and three 恰恰了 它人是倒出去的 那你想一下 你人都已经开始出现重量的摘倒了 你觉得你的脚还能发上力吧 不能了呀 对不对 你想一下 你喝醉酒了 当你重量不可控的情况下 你的脚是发不上力的 它只能非常被动的去 接住你的重量 接住你的重量 the same 你往旁边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真的让重量倒出去了 你的脚它也就只剩腿可以动了 我们并没有办法去很好的去连接你的身体力量 注意 我说的是身体力量 因为很多同学 他因为常年这么练 他就算是人在往旁边倒 他也可以推起来 让身体产生好的线条 但是你会发现 这么跳 它会出现两个弊端 第一是身边不能有人 有人撞 必打 因为他脚是飘的 他是真的靠人栽出去的 OK 只是看上去 好像还不错 速度很快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容易强节奏 我刚才跟牛仔还有快步 你都能做得到 那恰恰的音乐并不快 那你去追成这个 往旁边跑 那你这样就很容易强节奏 对不对 你的万拍可能提前到 那你弄半天 不 我只需要一个one end just one 就一拍 结果你弄了个one 一拍半 为啥 你前面强节奏了呀 记住 恰恰的舞蹈要的是准 你可以脱 但是下一拍要准 你不能在这一拍来之前 你就到位 那这个就叫做抢 对不对 那你看 我可以选择的是 two three stay 脱脱脱脱脱脱 甭管这里啪啪啪啪啪 我走了几步 one ok 明白吗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跳恰恰了 过程中 不管是timestep 或者rounder share 或者是 basic movement 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再去说这个恰恰one 好各位 回忆一下刚才我们的three拍 我说的是大腿前侧用力 然后当我们动作到位的那一刻 是我们的大腿后侧 膝盖和踝关节有感觉 然后刚才我说了一个点 就是当我们的腿在往下踩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说了我们的踝关节是有控制的完成下落 那也就是说你的踝关节它承担的重量以后 它还会产生这样一个形状的改变 它会从一个捧住踝关节到把踝关节驱进来的那个状态 那我们再去跳这个timestep share stay的时候就不会你看 two 收了脚 three 完成了 好现在我们是接下来会用左腿去推动地板 完成身体的转移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发力很简单 注意 有一个细节各位 踝关节我们不说把踝关节锁死 但是我希望各位的踝关节的形状不要发生一个很明显的变化 尽量让你做完 two three 交换以后让你的踝关节要用力的顶住地板 踝关节啊 尽量不要说 哎我先往下踩 然后完成移动 那这样的话你就多发了力 而且踝关节会很不舒服 到位的形状也会不好看 所以我们再去掐向袍的时候你的发力部位你只需要感受两个地方 大腿前侧和大腿后侧 哦 刚刚我天外面有一个广播 我明天要做核酸 大腿前侧发力完成 伸直和推动 同时大腿后侧在前侧发完膝盖伸直的那一刻 马上收紧 那么你可以保证你的 three 恰 你到位的那一刻整个身体是紧致的 而不是 two three 恰 慢绳绳的no 我要的是 two three 恰 dustop ok 所以你必须要让你的大腿后侧和前侧 前侧发完力后侧马上收紧 这是第一个 老师那你为什么会产生移动呢 你刚才不是说人不能往前倒吗 对 各位注意 我刚才还说了一个 踝关节是顶住的 对不对 那各位你们想一想 这个时候你的膝盖如果伸直了 你看我的身高 它是不是会被顶高 对吧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力量 刚才我们说了 你的膝盖是往后蹬 对不对 你的膝盖往后蹬的时候 那你想一想 你的重量是不是会从膝盖的这个位置开始往后做偏转 所以你的胯骨它会产生一个往左边的凝转 也就是这个时候你的左脚它会有一个turning 所以当它产生turning以后你的膝盖再发力你的人就会被你的主力腿挤出去 所以我们的推动是这么个推 很多人推动真的就是推着你的屁股 走啦走啦走啦或者还有呢 No way 你的目的仅仅只是保持一个整体 是因为重量 那现在我的左胯在偏前的位置 你的重量从左胯再往后面做转动的同时 大腿前侧再推 大腿后侧再收 踝关节顶住 我们完成第一个3 Shit the stop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第二个下 第二个下很简单 各位你们看我显得的形状 是不是很像我们刚才的one end 所以你看 我刚才说了我们的one end的半拍 然后一拍做收脚 那很显然这里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做这个什么放话什么的 所以它的速度要快 所以不要想着我要 恰恰one 对不起时间不够 所以你要做的其实是恰恰 再开始啊 two three 恰恰 这是一拍窝 这是一拍窝 ok 所以我们做完two three 我们先说第一个恰的发力 前侧发力后侧收紧完成推动 但推动过后各位 不要真的让你身体停下来 因为你还得继续让重量全部去到右腿 所以当它推完以后 力量continue 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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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的胯骨是不是就自然放下来了 所以当你的重量 你看我们的重量是不是现在的右脚 所以你的第一个恰恰恰是把重量先给到左脚上面 左脚给完推动重量要真的给到右脚 而这个时间你只能用半拍去完成 接下来的恰恰你在收脚 所以这个恰恰推不要 卡在中间 而是我的重量基本到位 接下来摆当胯骨完成重量转移 你看你的胯骨是不是又到达 the little toe to the heel 收脚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恰 那one拍就简单得多了 你是一整拍啊 one and 明白了吗 股骨不是做平板支撑 为了收紧 而就是你想 当你把你的筋甲骨用力的沉下来 把胸腔挺起来 只要你的尾轮骨是往里收住的 来各位 你们现在给我一些保持一下这个 the basic posture 基础的一个姿态 就是我们先把我们的筋甲骨 往下沉 让你的筋甲拎起来 脖子往后靠 这是我们胸腔以上的姿态 好 接下来你找一找 不要去说收紧腹部和收紧核心 useless 用你的尾轮骨往下沉 你想的是你的尾轮骨和你的颈椎 尾轮骨往下 颈椎往上 让你的腰往后靠 你感受一下 你的小腹这个位置 它应该是紧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腹部收紧的程度 是和你的姿态力量 姿态保持的力量是成正比的 你的姿态保持的这个力量越强 你的腹部就会收得越紧 那你想一下 很多时候 当我们在去跳什么动作 老师会说收紧收紧收紧 第一种就是 因为你松掉了老师会让你收紧 对不对 那还有这种情况 就是可能我们动作幅度要变大 我们的速度要变快 我们有很碎的切分音 或者是男生做托举的时候 老师都会大喊一声收紧 你记住 不是让你的腹部收力 你腹部一收你就容易驼背 它其实这个收紧是让你去找自己的姿态 这个姿态同样它不是一个形状 它是因为你的肩胛骨在往下沉 尾龙骨也在往下沉 这个时候你的核心就会因为这个姿态 而自然而然的产生一个往里卷曲的力量 而这个力量就是我们平时所谓的收紧 收紧是因为你做了臀部下沉 肩胛部下沉姿态 它所产生的一个结果 腹部的肌肉用了力 我们管这个叫做收紧 这是结果 如果你什么都没做 我就这么站着呢 你说收紧 不是这有什么意义这样收紧 对不对 那你的收紧一定是为了去保持这个姿态 而收紧是因为你的臀 尾龙骨往下沉 对不对 我们要的就是垂直 各位记住一点 今天我们讲的这些东西呢 我们是把它拆开了揉碎了再去做 我更多的是让大家去找这个力量 首先你先确定自己有这样类似的一个发力 去感受了你的重量变化 那么当我们真正在去跳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看我整个人啊 好